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到我们一心二恶的故事 想跟大家讲中国古代神童聪明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大家小时都听过 叫司马光 司马光这个人是宋朝人 后来大过了很厉害 他写了一本叫《知智通铐》 很出名的历史书 小时大家听过 就是破江救小朋友的故事 整班小孩玩 有个小朋友掉到水缸 浸了的时候救他就救不到 那怎么办呢 他这时候竟然想到一条很简单的方法 今时今日我们讲得很简单 但在古代来讲 即时的脑筋 尤其是小朋友转到很快 他拿个砖 那个石 也不知道是什么 破江 打烂水缸 让水流出来的时候 自然这个小朋友就不会预厉 这个故事大家听过 这是宋朝的故事 当然很聪明 你不要想着看到 发生水灾 气氛浸人的时候 在上面要救他 其实你拨烂江 令水流出来 他自然没事 但我想跟大家讲 是再早很多的了 就是三国的时候 一个聪明的神童故事 中国古代的神童相当之多 你听过的 包括什么方仲永等等 很多很多人 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 就是更加更加有象征意义的 曹操的儿子 曹操很聪明 其中一个故事 是秦将的故事 要用同等石头量量量度重量 把石头量量度重量 但体力度分加厉害 这是曹操有多的故事 但曹操操操操操操的故事 不是只有这个 所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 第二个曹操操操操操得很少人说 所以才能有这个例子的价值 曹操很聪明 聪明得来 他的人都有人意之心 所以將來如果他繼承曹操王位的時候 成相之位或者建國之後 他幫曹毅可能整個局面會更加好或者不同了 為什麼我講這個故事呢 曹操當時嚴刑進法 軍法如山、軍令如山 有一天有一個負責倉務的管理員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馬鞍被老鼠咬到破破爛爛 剛巧馬鞍是曹操的 這件事很嚴重 為什麼呢 他說你管理這個倉庫的 你負責管理這些器具 你竟然被老鼠咬到 就是馬鞍爛爛爛爛 這個人打算去找曹操的時候 自己去說整件事我不對 相當於自首 這個時候遇到曹操 曹操說你不要這麼急 他自己就去找他爸爸 他找爸爸做什麼呢 他很聰明 他把自己的衣服弄爛爛 然後就找爸爸 爸爸我聽人說 如果這件衣服被老鼠咬 就是對主人 即是他是不吉 在古代來說相當迷信 不吉的意思就是 那個主人 例如我衣服弄爛爛 對我來說是兇的笑 即是有不利的事情會發生 可能危去到我生命 曹操當然就安慰他 傻的怎麼會呢 兒子不用怕的 好小事而已 這個時候 那個倉庫管理員就來了 誒 成相 你的馬鞍被老鼠咬爛了 曹操當然說 我兒子的衣服都敢 何況馬鞍走 好小事而已 那就是因為這樣捨臉了他 這個故事 不知道曹操是真傻還是假傻 但從這件事中 曹操用了一個很擅長的做法 就是什麼 他先用自己的衣服 再危去到自己生命 會有不吉的事情發生 他跟曹操說 有老鼠咬 咬爛的咬 有機會是生命禍害威脅的問題 然後當我倉務員來到的時候 就會說 很小事而已 馬鞍而已 透過這件事的襯托 他自然捨臉了倉務員的罪 這件事中 除了看到曹操很聰明 也看到曹操還有一個很特別 也很難得的東西 有仁義之心 就是一個佈下做錯的事情 他會想辦法上方設計 去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這件事我會覺得 是值得大家記例子的時候用 因為曹操這個不僅是聰明的故事 還有仁義之心 也會想辦法去包容 或者不要說包容 佈下很小的錯 甚至不是他錯 一些老鼠 天災人禍也好 他都可以是有機會去彌補 他知道自己錯的時候 去改回就可以 不需要嚴刑進發 所以這個故事我覺得挺有趣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OK 拜拜